取消制裁不需要美国国会同意 要谈判交换什么芬太宁 也不需要美国国会同意 而且这几个都是共和党了 他们可能说 等我川普当选了以后 我们再来弄吧 所以这个是个党派之争 尤其这几个是非常有名的 所谓的反中人士 而且反到非常的疯狂 尤其是刚才那个金玉 他是韩裔的加州中原 他当时跟华裔的两个 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华裔这个人 扣上一个说 他是习近平的走狗 然后在他身上 批上那个所谓的五星旗 跟共产党的党旗 然后在马路上散发这种传单 用这么卑鄙的手法 而且问题是跟他竞选的 那个华裔的 那个是非常亲台湾的 所以说 只是因为这种民族之间的纠葛 他就把它弄到那边去 这一次是以些微的比例胜选 本来选前大家认为这个 这个姓金 我最近谈姓金的蛮敏感的 这个姓金能够落选才对 可是他一操作了以后 当他赢的 以些为差距胜选 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 美国有什么东西不能卖的 人权不能卖吗 那如果是人在执行人权 那第一个执行不是沙特阿拉伯吗 他敢吗 他不敢吗 对不对 那他要执行人权的东西可多了 对好 所以这怎么讲呢 这个他的人权是说 当你是对他的国家利益有影响 对他的影响力有威胁 他就拿出来指控你人权 可是要拿镜子照一照 你美国人权 尽善尽美吗 你美国人权有60分吗 可能 你问问黑人可能不以为这样子 你问问拉丁美洲裔的可能也不会觉得这样子 对于这样一个窘境 他们要用所谓说 因为人权的理由制裁了 那因为科技的理由制裁要不要拿掉 这才是关键 大陆怎么在乎你用什么人权理由制裁 又被你用人权理由制裁了 7月已经好几年了吧 快10年了吧 他会在乎吗 不会在乎 什么新疆问题 香港问题 所以大家还看 你不是制裁香港特首吗 APR开了看你敢不敢让他不去 美国这几个中议员 当然是顺便翘翘兵鼓搏搏板面 表示他反中旗帜很鲜明 而且共和党的不党党找个理由 党党民主党的策略也不行 我是认为这样 你要解除制裁 要解除制裁 不要找理由了 而且是不是就是针对比方 虽然像太阳能板 因为那时候就在讲 扣新疆人权的帽子 你也没丢买啊 所以他现在想要取消的 是不是都是相关的项目 还是说你要取消对华的关税 对不对 以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会找项目来开放 然后说芬太尼 芬太尼如果真的是一种毒品 中国大陆也有义务参与 这个做严格的管制 可是问题就是说他就是介于药品 然后被滥用成毒品 然后他卖了经过好几手 转到了你美国去的时候 而且不是中国出来就可以变毒品来吸食 是经过墨西哥加工 经过你美国内部的地下工厂加工 他只是 中国大陆只生产原料而已 所以中国大陆就会说干我中国大陆什么事 本来就是啊 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 就是负责监管美国十六大情报机构 大概你点了出来 这十六个情报就是什么FBI CIA 国家安全局 一大堆有军方的有非军方的 全部都归这个情报委员会 来监管他们的预算 他们的人员 他们的政策 他们的工作绩效 一般来说的话 情报委员会是比其他委员会 相对比较冷静 因为他们每天接触到的都是一些 相对比其他委员会更加机密的东西 所以处理事情就比较冷静 你很少看到那个情报委员的议员 哇啦哇啦跑出来 讲到有的没有的 因为他们都要签很多 那个什么保密协议之类的东西 那这个情报委员的这个资深的议员 他其实也干过委员的主席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他好像突然间醒过来 你要知道自从川普开始反中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议员 不管参议员中院 觉得到台湾访问 到台湾来卖飞 卖武器 到台湾来卖飞机 回去是可以有很多的 这个讥笑的 可以跟他选民炫耀的 我反中 我这个卖武器给台湾 我保卫台湾 对抗中国大陆 而且还帮我们赚很多钱 我要他们吃萊猪 他们要吃萊猪 我要他们把台积电搬来 我们到台积电搬来 我刚刚讲起来 竞选连任这个就是民族主义 只是对我美国有利其他一概都不管 有什么护衷一概都不管 最后会不会影响到美国的长远利益 他也不管 反正先煽动的再说 但是情报委员这个开始醒来说 我们都不去中国大陆 可是拜登政府的官员 一个一个收起 一个一个爬过去 我们该去看看 对方到底长了什么样 有些什么变化 难道真的是美国媒体整天 在喂我们的资料吗 我相信情报委会的人 一定看得到很多 不是媒体在报道的东西 我讲个例子就是说 很多美国的参中议员 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每天要后乌克兰伟大胜利 俄罗斯被打趴了等等的 只有情报委员会很冷静 他们大概知道 实际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对中国大陆的实际状况 他们应该会比其他委员更了解 这个时候开始慢慢醒来说 我们难道跟着你们 大家瞎起哄吗 这样瞎起哄对美国利益 对吗 因为知道美国的国务委员 最终是以美国跟自己的利益 为原则在判断事情的 所以他可能想办法说 那好我去中国大陆走一趟 这个叫做启动 春雷出动 那很可能就其他的 钟也会跟进 餐领也会跟进 跟进 基本上是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可能也有几个 跑去中国大陆 也会再搞有的没有的东西 但对中国大陆来讲 不介意啊 你不来访问 你也在胡搞瞎搞 你再访问回去胡搞瞎搞 又有什么差别呢 所以中国大陆应该会想办法 把这些人一个一个 你说我新疆有强迫拉多 那你来看啊 你说我这个 这个什么 哪里有这个有问题 那你来看啊 以前中国大陆就公开邀请 龐培奥不最反中的吗 他们的国务卿 你说我新疆有什么 你来看 我新疆开放给你看 他不敢去 好 这个就是很诡异的 要说谎的人 怕谎言被揭穿嘛 那情报委员会的人 基本上比较没有这个 那个什么 中国委员会怎么在那说谎啊 所以中国委员会不去没关系 你说其他委员会啦 比较冷静 什么财政委员会啊 军事委员会啊 情报委员会啊 情报委员会啊 美国委员会多得很啊 是 他们通通往中国跑 可能有助于 美国部分人慢慢冷静 可是你要都 一下子美国人都突然间 理性起来 不太可能啦 选举到了 选举到了就很难理性啊 不是问帅将军 因为台湾选举以后都会疯狂啊 是 一样的道理嘛 那个BlackRock应该翻成贝莱德集团 黑史集团 另外一个名字叫Blackstone 是 两个集团 是 不投资很好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管是Blackstone 或者BlackRock 或者是Morgan Stanley 他进入中国投资都是特权 都赚翻了 赚到什么程度啊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那个 清华大学有一栋 我盖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啊 叫 舒适民学院 舒适民学院大楼 是我所看过大学里面的 教学楼最漂亮的 比哈佛大学还漂亮 为什么 谁盖的 就是BlackRock盖的 他老板盖的 为什么老板 他说我们在中国已经赚了 仓库里面都对不下了 那我在培养一些有国际人才 找很多的国际学生 跟清华大学学生一起上课 他是给外国学生跟清华大学学生一起上课 全部用英文上课的 那请问一下 你知道赚了多少钱 为什么赚这么多钱 因为很多行业 郭台铭不能投资啊 然后张宗 张宗某不能投资啊 你那个BlackRock可以投资啊 对啊 你们投资 中国大陆银行赚了多少 从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个基础建设 早期发展的时候 你们赚了多少钱啊 那你说 后来投资就是对美国的安全威胁 那你赚钱就对你的安全的威胁啊 我没听过耶 可以啦可以 不然你去投资德国嘛 法国嘛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讲不是更好吗 我只投资你自己美国吧 对不对 都不要投好了 我承认说 早期中国在发展 现在比以前开放很多了 不是你想投资什么 你就能投资什么 还是因为当时的 也一样啦 BlackRock Blackstone 或者是Morgan Stanley 他们后面都有一些什么 参众议员 写个介绍信 帅董事长你那边 或者帅部长你那边 什么案子让我们插一脚 那给我们30%不够 可不可以给我们40% 早期在改革开放里面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运作的啦 那你现在赚翻了 你说你是在金援中国 这样对吗 你没有跟中国谢谢说 Thank you China 没赚钱吗 赚很多啊 对啊我已经赚翻了 对 我敢讲 黑石集团跟这个贝莱德集团 在中国所赚的钱 绝对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赚的钱 至少三倍 那你有什么好讲啊 而且这里面很多都是 资金来源都是什么 美国加州什么 老师退休基金啊 什么煤矿工年退休基金啊 不能不要投资嘛 对不对 对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这些国会议员都颠倒是非 让你赚钱还要被你吐口水 算了算了中国大陆不缺这一点钱 赶快回家去 我要陈瑞宾讲了 太平洋没有盖盖子 赶快滚回去 我现在搞不懂 拜登这样回应很奇怪 这跟共和党什么关系啊 会议的历史是1913年就成立了 我不晓得跟共和党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要不客气讲 会议已经够给美国面子了 什么叫够给美国面子 以过去的会议或者其他的平等机构 任何一个国家的负债 他如果超过120的话 他的政府公债 一定都会被调降平等 120 几乎没有看到例外的 美国已经130了 他已经让你超车 超了10% 你还要怎么样啊 就是我美国比较大 我美国是霸权老大 所以要有特别优待 你在干什么 我都搞不懂美国在干什么 当然啦 这个叶伦他自己也是专业经济学院 也都知道这个道理 可是在财政部长 他简直是被这些平等机构给踢腿 为什么 很多的投资单位 他们都有内规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债券被降等的话 你要采取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要马上把你手上手持有的 要卖掉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你被降等到什么程度 我比例就下降到什么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这个叫做 这个绝对数字的管控方法 第二种叫相对数字的管控方法 比如说我这么多钱 投资债券 然后投资美国政府债券 我一定维持30% 那如果美国政府债券被调降的话 我就要从30%降到28% 降到25%的比例 有两种管控方法 那第一种管控方法 看就会卖掉 那第二种管控方法 就看说你的总量有没有在增加 如果总量增加很快的话 比如钱一直进来 我去投资 那我没办法 我维持从30%降到28% 还是比以前买得多 这可能性存在的 所以很多发行债券的机构 都很害怕被降等 这是个原因 那现在叶伦被降等了 那第一个他一定 今年的联邦政府公债 利息会卖得更便宜 第一 一级市场在卖的时候 一定更便宜 那我们现在讲的利息 大部分讲的是二级市场 这是平常在买卖的 不是从发行机构出来的 是一级市场 那他付的利息要比较高 他当然受不了啊 对啊 他的预算已经不够付利息了 所以对于艾伦去责怪 我同意 那拜登扯到政治上就有点 不就是你搞的吗 你是创造美国 最近这二十年来的总统里面 财政赤字最大的人 债务负担最高的人 超出百分之二十 一百二十不是就是你也有参与吗 那你要客观面对这个事实 看要缩小财政赤字 还是要配合共和党 共和党最喜欢缩小这个赤字规模的啊 那你前段时间谈判的不是很硬吗 还跟那个众议院的议长两个在那边在叫板啊 这个财政恶化跟你明后年经济好不好没有关系 因为人们就判定你一点 你明年经济好多赚了GDP 然后收成政府税收都不够还债 跟你算了这个东西 那你不够还债 你继续发行 你今年还要发行一兆五千亿 那越印越差嘛 钞票那个什么那个债券越印都后面 就越不值钱嘛 当然有很多美国的大学教授啊 在讲东讲西啊 就好像这样对美国没有信心啊 平等机构要对美国有什么信心啊 他就很客观告诉投资者 你买这个的风险增加了嘛 对 他平建机构是要对谁负责 对投资者负责 不是对你借钱人负责 这个基本观念要有 美国也不相信他 为什么 是吧 因为他的生意的做法 是真的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这个人真的是个天才 天才 什么天才的 大陆什么质疑他 他跟帮那个美国NASA 做那个巨型运载火箭啊 那你说大陆公安部 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那台湾会觉得说 你的电动汽车在大陆上 卖那么好 这个大陆扣住你这个东西 你该不配合他 我用你心里 你把我情报漏给他 台湾当然会不信任他 那你以为美国就信任他 美国把他看成亲中人物 他说你那个股票涨的 都是靠中国大陆的生意 跟工厂来的 我对你要相信那么多吗 所以他几乎是很有趣哦 这个中美台三地 共同怀疑的人 是不是 但是有趣的是 没有人都会得罪敢得罪他 你看中国大陆 这个只说哎呀 我这个成都 这个士大运 你那个特斯拉不要太靠近我 那个贵宾的地区 有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呢 台湾敢不让他进口特斯拉车子吗 也不敢 那你美国呢 拜登啊 有没有要积极的补助他 也不补助他 他觉得他是共和党的人 所以我是觉得 中国大陆禁止这些 可能可以改装成军事用途的无人机 外界揣测有两种动机 第一种动机就是说 俄乌战争好像有用到 中国生产的无人机的零组件 或者机体本身 那你总不能每天 新闻上看到说 哎呀乌克兰用中国的无人机 去攻击俄罗斯莫斯科 然后这个 俄罗斯呢 用这个中国做的无人机 去攻击基辅了 就对中国 好像当核市长 听起来怪怪的 第一个说 把他禁掉 第二种说法就是说 中美啊 就现在在打这个制裁战 哎 有点的 没完没了 那美国很多的农场 都是用中国的无人机啊 在撒农药 美国有很多的军警人员 靠中国的无人机 在执行他们的任务 那中国说那好 我切断两年的一个 这个出口的话 哎 你这个美国这短缺 就无法补 因为无人机的这个 升级跟使用效率 我一听说 一年多就要换啦 这当然是另外一种说法 那总是 中国大陆在避免这个 战争上的一个武器用途 我觉得这是好的啦 这是好的 少赚一点钱 也不差这一点啦 可是 那这个要打到 真的要再打两点 俄罗斯要征兵 我自己的判断是 俄乌战争是在熄火啦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